杭州亚运会将于9月23日至10月8日举行 在网球项目中将产生五枚金牌 在上届的亚运会中 中国代表队已经取得了亚运会女单四联贯 但在本届亚运会之中 上届的冠亚军王强和老将张帅双双缺席 让人十分遗憾 而在上届 杨昭轩徐一凡的女双组合 勇夺女双冠军 这次他们自然也十分希望 能够代表国家参赛实现未免 吴义炳的表现可谓是十分亮眼 中国对男单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以来的 再次有男子选手打进亚运会决赛 虽然最终吴义炳仅获得银牌 但仍然让我们觉得惊喜 然而当亚运会网球项目名单公布后 却引发了不小的议论 让我们先看看这份名单 男单张之珍 吴义炳女单 郑清文朱麟男双 吴义炳张之珍 布云朝克特 特日隔月女双 王新宇杨昭轩 朱麟正清文混双 杨昭轩张之珍 朱麟布云朝克特在这份名单中 张之珍 朱麟身兼三项 而郑清文 吴义炳 杨昭轩 布云朝克特也要身兼两项 王新宇 特日格勒各自都只有一项 但有细心的球迷会发现 之前出现在亚运会集训名单之中的 王新宇 徐一凡 孙发金却消失在名单中 原本的女双 徐一凡 王新宇 由朱麟正清文替代 混双王新宇 孙发金 由布云朝克特 朱麟替代 如果王新宇 是因为广网进了决赛 并拿到冠军 最终可能会受体能 经历原因 影响中国队夺金目标 所以被放在名单之外的话 那么 温网混双 亚军 徐一凡 双打一格孙发金 被提出名单之外 就让人有些不可理解 亚运会每四年一次 这次又是再度回到中国举办 作为东道主 中国队体育局领导层 可谓是煞费苦心 据悉 本次亚运出征名单 主要考虑了运动员参赛意愿 奥运备战 磨合双打配对等因素后产生的 而据相关单位发言人说 此次中国队带着 无数球迷的期望主场作战 势必将力拼每一场 全力冲金 因此也是派出了中国队 目前的最强参赛阵容 从相关领导对这份名单的解释来看 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 名单变动的原因 第一 充分考虑球员的竞技状态 年龄 经验等等因素 为明年巴黎奥运会练兵 第二 为了完成本次杭州亚运会金牌指标 完成国家使命 不辱诺言 第三 个别球员并不愿意参加亚运会 可能提前自我申请 退出亚运会 但其实只要仔细一想 我们就会发现第三点原因 根本站不住脚 如果个别球员不愿意参加亚运会 那又何必接受国家征召归队 并前往杭州亚运会集训呢 为什么不在此之前就宣布 自己不会参加亚运会呢 这次以孙发金为例 辛辛苦苦去了集训 更是已经接受了采访 表达出了亚运会强烈的求胜心 但是却突然被通知 无法参加亚运会 注意这里是通知 而不是个人球员 主动申请退赛 所以说白了亚运会名单 是各方领导最终协调出来的结果 是领导的安排 其实 四年一次的亚运会 或许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 极为重视 但在网球领域 这种集体性运动会 其实地位很低很低 国内网球选手说得好听 为国出征 为国争光 但其实葫芦里卖的药是用国家荣誉 给自己的职业生涯镀金 在国际巡回赛和大满贯 拿不到冠军的情况下 能拿到国家公认的运动会冠军 至少能在退役后多一分出路 而对于亚运会球员 参赛自由方面 可以说几乎没有自由 在项目安排上 也是几乎都是领导做主 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李娜参加2012伦敦奥运会时 被强制报名了双打 以及被地方省队 报名了全运会的女单项目 强如李娜都得听从国家安排 更何况如今这几个 还在成长期的队员呢 其实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 为国争光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能够拿到最高荣誉 更加震撼人心 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为国争光 不要包含太多杂志和算计 希望能给运动员多一分的自由 多一分的尊重 让运动更纯粹一些 让情感也更纯粹一些 来源 网球之家 作者 陆小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